音樂職人羅大佑 加三 全亞洲發片記者會 睽違十三年再出新的專輯 種子音樂高規格舉辦發片記者會 氣勢磅礡呈現 加的三部曲 結合演唱會3D投影 以及LED視覺特效 羅大佑溫暖演繹首播主打歌曲 加三 當天記者會上主持人黃子嬌 與羅大佑玩自拍 與在場的全體嘉賓 來個令人難忘的大合照 其分溫馨又熱鬧 現場也請來最部佳的 溫暖天后范瑋琪 以嘉賓的身份 帶著羅大佑思念的舞蹈家鄉味 驚喜獻身 佳文主題的一個專輯 然後歌詞真的寫得非常非常的 怎麼講像詩一樣 然後我希望他又跟專輯 能夠大成功 對 記者會上種子音樂老闆吳峰也正式在台上宣布 羅大佑新專輯推出限量版的黑膠唱片 兩人也在全亞洲媒體見證下 雙雙在巨型黑膠唱片道具上簽名 象徵彼此的合作就像黑膠唱片一般 永遠經典不守 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接受媒體聯訪時羅大佑也和大家分享對家的定義 從兩個家變成第二個家 以為離開父母的家 自己去追尋一個家就是 其實這個家會滿潛的 因為人類的社會其實已經越來越複雜了 很多很多的事情會改變人 會改變對方 會改變自己 經濟能力 科技的改變 所以隨便的時候跟朋友在提到家的時候 我就大家也因為這種改變 開始慢慢注意到 家真的是 是一個你必須要還滿注意的地方 因為它不斷的在變 它改變的時候你不知道 每天我們注意到它的時候 父母給我們那個家已經不見了 已經瓦解了 因為家那麼重要 所以你不管是誰 你都會有想成家的這種念頭跟慾望 尤其有些人他生來比較弱勢 但我覺得他也有這個權利 你自己可能在父母那個家 你不是那麼開心 你要成家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每個人的權利 只要他不傷害到別人 不會讓別人覺得不舒服 但是他的權利 我完全支持這樣的權利